国道一号苗里铜锣路段在台风天经传了追撞的意外 意外的原因竟然是有一个老太太 她走过的国道车道 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们要请记得张俊东来告诉我们 俊东 要带你来看一个相当诡异的画面 就发生在昨天 昨天是台风天 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38公里处 这里有一名富人身穿灰色上衣黑色长裤 那么就在这个国道车道上直接从镜头 你看到了从右边走到了左边 从中间车道走到了内侧车道 结果她这样的横行国道的状况 造成了两台车辆追撞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画面 车上的乘客吓到了 因为后方的小货车追撞上来 整个过程是相当莫名的 那么这名老妇人 从这个国道的车道上 从中间走到了内侧之后 当时发生了这个追撞的意外 老太太是一个小碎步 赶快往这个中央分割岛跑过去之后 随即她已经不见人影了 这两台照射的驾驶 他们都在找 到底谁会这么奇怪 在台风天 而且又在国道的车道上 直接步行 穿越车道 这个阿嬷 她到底人现在在哪里呢 这是目前问题掌握在苗里 最新情形 再把时间尽头 交缓棚内主播